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焊接最难的地方就是记者的掌控的手法 焊接的电流的速度 主要是靠这个手的平稳度 10毫米的软管它要求的精度比较高 需要个人的技术更高一点 比如焊接软管管比较薄 稍微焊枪手力不稳定 无光电弧就可能把关机就烧穿了 比锡兵我们知道他是等武警推移以后 时间的进入到你们西南公司 应该说有20年的时间了 他从一个战士转变成一个 和我优秀的一个汉工人才 特别的学习 向老的汉阶师傅去请教 一步一步地让自己的汉阶 有一个比较高低的水平 钻研这个养焊技术来说 对他自身他觉得是一种快乐 所以慢慢地我也就接受了 加起班来就什么都管不了了 基本上家里都是我来 快20年了 他一直是这个状态的 他今天也皱伤了 回家来之后我帮他处理他 问题也很大 他容易见到眼睛 烫到皮肤 工作时候这些袜子 就是没有一双糊里面 没有一双生糊带眼的 都带网眼 你要皮肤要保护不好 把皮肤就烤不住了 有时候脸上的东西 就会烤得到额头上 三天以后皮肤就脱成皮 一天二分白就没容我吃 毕西平同志 经过长年的这种实践和摸索 掌握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和理论基础 在一系列复杂的工程当中 处理了很多疑难问题 那么经过二十年的历练 他在整个的这种 焊接的大型结构件 中型结构件 以及在这种 复杂的微型结构件上 有很多的实践经验 也破解了很多 生产中的疑难问题 所以这个皮肤兵 整个的在 无分赛企业 在行业的优秀表现 为它的成长和进步 起到了很大的支撑 也为国家建设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的妇女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为这个社会做出了许多贡献 我也从她身上 可以看到一些工匠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